16岁,为了一雪前耻,发誓即使不在重点高中,自己成绩也绝不会低于利超的阿兰 每月只回家一次,待半天就回学校,刻意地避开他 直到暑假,他们才在村口的杨淮树下相遇 利超拿着几封信,是写给阿兰的,要递给他时,被路过的爸爸喊回家 只来得及听利超说,要注意营养,多喝微微豆奶 第一,寒假时,阿兰为自己受了几斤欢蹦乱跳 不顾及手上的洞窗捏着冰柱,被利超看见 在年后等车回学校时,被他塞了几包微微豆奶和一只护手霜 从那以后,每次豆奶要喝完时,就碰巧遇到利超 还有他买的微微豆奶 第一,从七岁利超递给阿兰的那颗离开始 阿兰觉得他们之间已经用红丝带达成共识 地寒假时,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利超 阿兰扭过头嘟着嘴巴跑回回家 这样过了一周,阿兰再也没看见朝他走来的他 阿兰更生气了,决定回学校后还是不给他写信 第二一岁,阿兰和利超马上要大肆了 找工作的事情迫在眉睫 阿兰吸取教训,决定这次一定听他的安排 可是利超却告诉他,我有喜欢的人了 低到了学校,阿兰给每一个同学写信 续说新鲜的人和事,却没有一封寄给利超 即使他的抽屉里面已经快放不下 写着利超字样的信 第一三岁,利超整天拿着一个画本 坐在教室旁边的楼道里画画 阿兰每次从旁边经过,都停下脚步 看他的铅笔在纸上飞舞 可是不好意思和他讲话 更不好意思夸赞他画得真好 只赶在放学后,等在楼道的利超问他 放学了,低七岁 阿兰搬上几个小孩 约好一起去村子外面的梨园玩 不知怎么的,就两两一对 阿兰和利超在一个队里 当时利超摘了一个梨 放在衣服上擦了擦才递给阿兰 他咬了一口,一脸嫌弃,梨肉太硬 利超笑了笑,自己摘了一个 直接拿在手里吃 阿兰突然害羞起来 把本来要送给利超的纸飞机藏起来 低当从小姑家回来的利超拿到通知书时 才知道阿兰考的是四川的学校 利超怒着一张脸 看着他很久没说一句话 阿兰哄他说 我想去看看天府之国 把景色都写给你 低同学聚会上遇到利超 阿兰很意外,却很开心 不用特意跑回家找他了